我这第一个就得踩雷的感觉 它闻着像那种很酸的番茄酱 哪怕它已经炸过了 还是掩盖不住那种扑面而来的 预制的气息 该有的它都有了 我真的厚了个大毁 它这个鱼肉的味道 是那种你在海滩边捡到死鱼 把它拿出来闻的那种腥味 非常的呛鼻 都说科技改变生活 但我没想到是这么改变的 我们先看看视频 学校师的 看看我们的豆腐 看看豆腐 美不美 现在的科技与狠活可真是够狠的 连孩子都不放过 这豆腐的Q弹程度还真比果冻强 那如果说我不吃加工食品 我吃点水果总安全吧 来我们看看这几年夏天爆火的阳光玫瑰 看看阳光玫瑰的农户是怎么说的 这几年的阳光玫瑰是什么 每年大家都在追求 肉大呀 再大呀 现在已经中了 喝多了 说句良心话 这多都没法吃了 肉不敢吃了 水不敢喝了 就连现在的饭都吃不放心了 现在人真的是为了赚钱 什么都做得出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食品安全已经完全被腐蚀了 有网友调侃说 德克是出生在中国 现在已经是百毒不侵了 中国压编薯头事件 预制菜事件 食品安全已经遍布 老百姓生活中的每一处 有些是源头出了问题 有些是中间出了问题 但是这些年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 难道说真的是没办法监管了吗 还是说有什么人在为这些事情撑腰 就连去高档大饭店吃饭也不可避免 今天这个哥们刘皮 到我们饭店来吃饭点了几个菜 他怎么那么也想到居然都是玉制菜 就点了个排骨偶汤 锅里上清水 几点这个猪骨高汤浓缩糕 咔的一下清水就变成了猪骨高汤 然后把从冰箱拿出来熟排骨搞理 接着再把这个玉制菜红富偶汤搞理 加菜之后加点鸡精 微精 胡椒粉 就可以直接起锅装盆 来点明油再撒一把葱发 就可以直接上菜了 就问你简不简单快不快 食材成本30元卖128元 接着是点了个鱼香肉丝 给起锅烧油来点蒜苓和青红椒丝爆香 接着倒入玉制菜鱼香肉丝 这碗用的是鸡肉 别人味道全都搞好了 你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 直接喷一点水分在锅里翻炒一下 热个十多秒就可以装满上菜了 看人看着这新鲜的青红椒丝 还以为是鲜线炒的真是讽刺 食材成本是4块钱卖38元 接着是胶原扇子骨 起锅烧油 把这个19块钱一袋的扇子骨 从袋子里面拿出来 这是个半成品玉制菜 油温烧至五成热 丢进去炸熟捞出即可 接着给点胶原料头在锅里爆香 炸好的扇子骨嘴里面 撒上胶原粉翻炒一下 即可起锅装盘 这个菜食材成本20卖88 点的最后一个菜是蒜蓉粉丝蒸扇贝 这个也是冰冻玉制菜 直接把包装袋打开 把这做好的蒜蓉粉丝扇贝摆在盘里 它这一袋是6个 10块钱一袋 如果一桌客人多 就会点个大份 开两袋是12个 卖98元一份 这样摆好之后 丢干压瓜蒸个四五分钟就好了 蒸好之后拿出来 抓把葱花 炸个热油淋在上面 在每个里面加点蒸鱼齿油 就可以直接上菜了 今天这个顾客 可能自己都想不到 点了四个菜都是玉制菜 他要刷到这个视频 可能就火爆三丈了吧 第一个松鼠桂鱼 两包料 一份鱼 空气两个炸起来 完了之后把这料一起压 我有一种 这第一个就得采雷的感觉 它闻着像那种 很酸的番茄酱 哪怕它已经炸过了 还是掩盖不住 那种扑面而来的 郁制的气息 该有的它都有了 我真的厚了个大毁 它这个鱼肉的味道 是那种你在海滩边 捡到死鱼 把它拿出来闻的那种腥味 非常的呛鼻 然后它的淀粉味很重 然后它这个糖醋 不已沾到你喉咙口的时候 感觉是被那种 小刀辣锅一样 是一种很有攻击性的酸味 然后它这个松子 有一种拿福尔玛林 泡过的膨胀感 很硌意 有点不太理解 我觉得这个菜 能够卖出去 都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实在是太难吃 这是在日本买的中国酱油 20块钱不到配料表里边 没有任何添加 很干净吧 产地中国 这是在美国买的中国酱油 不到17块钱 配料表里也没有任何添加 产地中国很干净 为什么一出口到国外 就不添加任何东西 而我们自己天天吃的酱油 是能用的全给你用上了 难道真的是像他们说的双标 还是怕国人吃不起传统酱油 当然都不是 因为在国外大多数的国家 是不允许食品里面有添加剂的 但是在中国合理的食品添加剂 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当然这里的国标仅仅是食品 可以进入市场的最低标准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 有些事情虽然缺德 但是它并不违法 你拿它也没办法 一款没有添加的酱油 起码要酿造六个月以上 其实根本就不是你买不起 而是很难买到 因为在资本的这种打压下 它们很难出现在超市里 即使出现在超市里 也是被放在无人问津的那个角落 而老百姓的消费观念 就是哪个品牌名声大 广告打得响我就买谁家的 从来不看配料表 结果就是吃了这么多年 被资本包装起来的天价酱油 现在市场上的肉产品 好多是合成的 屠宰场的肉也是饲料肉 这些肉吃多了 会增加大量的疾病引发 比如说胆固醇过高和高血压等 现在的养猪场 绝大多数都是靠饲料圈养 一般五个月左右就能养两三百斤 饮料安全问题更严重 什么牛奶 什么果味饮料 原有食品含量不多 添加剂一大堆 前有三鹿奶粉 现在有添加剂饮料 这些商家为了迎合你的口味 和追求巨额利润 什么都敢往里面加 而且大多数饮料并不能解渴 再就是我们日常吃饭的饭菜 豆芽小白菜是要水泡出来的 蔬菜都是大棚蔬菜 这些菜普通人很难注意到 也没什么人去检查 通常都是要学助长 然后直接销售到市场 市场监管也很难让检测落实到每一处 吃喝玩乐吃占第一位 吃喝不安全直接影响人们的健康问题 现在大家的生活本来就很困难 医院也还存在很多问题没改革好 而且身体毒素很难排出去 身体垮了什么都做不成 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督真的该加强了 有人说转基因食品加预制菜食品 就是亡国灭种的绝配 你觉得这是威严耸听吗 今天我就先深度剖析下预制菜 预制菜中国是阻止不了了 预制菜进校园一样也阻止不了 中国资本的介入上层的支持 各大网红的推广 而现在预制菜国标报送稿已经出炉 当前预制菜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 认证体系追溯体系等有效监管机制 因此不易将其推广进校园 而这次预制菜国标的报送 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确保他们口中的食品安全 和确切的监管机制 也就是为了预制菜进校园做的铺垫 有网友说老百姓越不想的他越干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非要让人吃预制菜 难道吃现炒菜犯法吗 说实在的我也很不解 其实啊不要看监管力度和标准 也不用告诉我预制菜有那么多好处 就两点要求 第一知情权和选择权 我们可以不反对预制菜 但是你一定告诉我 卖给我的是预制菜 我可以选择吃或者不吃 可以选择让我的孩子吃还是不吃 但是你不能挂羊头卖狗肉 第二预制菜的价格 你们所谓的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降低的是谁的成本 你们是降本增效了 可我们消费者却以现炒现卖的价格 买到的竟然是你的 两分钟加热就能出锅的预制菜 你的降本增效跟我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的预制菜就是预制菜该有的价格 那也是合理的 否则这就是诈骗 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我们要了解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 我们即便不是医生 也一定看到了老年病年轻化 什么高血压糖尿病痛风 三十来岁心脏上就能放支架 二十多岁就能脑出血 还有更多奇奇怪怪的病 都是吃出来的 所以不管再怎么说的天花乱坠 预制菜进校园 进年夜饭 进老百姓的餐桌是不对的 有人说转基因食品加预制菜食品 就是王国灭种的绝配 你觉得是威严耸听吗